这个蔡英文在事前到底准不准备呢 或是都要靠别人帮你准备 像刚刚汉田议员讲到的 连这个彩排都不愿意 人到现场东西拿给我我就讲 那有些时候甚至东西拿给你 帮你特别补充特别助记的 你还未必会讲 我们今天在线上也特别要跟我们的老司机 何景荣老师来进行连线 因为呢这个我们的老司机啊 曾经有一个深刻的体悟 也有合作过跟蔡英文 就遭遇过这样的状况 好我们现在线上老司机已经上线了 哈喽哈喽武安 哈喽佩萱大家好 是我们看到你的脸书 你的还原才知道 其实你跟他在准备手稿这件事情 在六年前就曾经结下一个缘 而这个缘让你应该后续也很不想 再跟他合作了吧 可以帮我们稍微讲讲吗 其实我觉得蔡英文一个特色 就是他非常的不负责任 而且我说真的啦 这个人还蛮懒散的 我们最近也知道 郭董事长非常心急的 想帮台湾人民买疫苗的时候 那我们的大小姐 不但请我们的李大为声称去劝阻 还要提醒我们的郭董事长 要多睡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蔡大小姐 本身也很喜欢睡觉 从以前呢包括 我们知道他之前开国安会议的时候 开国安会议开到想睡觉 那还有包括呢 问到他事后台湾日后的能源问题 他也是一句话 2024之后不关我的事 那我们上次2011 在跟他录那个开灾节的讲稿 我们大家都知道 民进党的新南向政策 吹的吹嘘的非常凶 但是真的要执行的时候呢 其实我发现 我们都发现 民进党的高层还有总统府 并没有真心要贯彻啊 那包括我们要照录一个伊斯兰的开灾节 贺词 结果我们的蔡总统不但姗姗来迟 来的时候 第一件事坐下来 就开始看着读稿机 哗啦哗啦哗啦一起捏一起捏 至于内容呢 不重要 反正就是譬如林赫明之流的人 为他什么 他就读什么 一直读到的开灾节的贺词 最后一段哦 那因为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虽然名字有英文 又号称有刘洋 但是我身为一个老师 我个人觉得他的学习能力 还有外语能力 真的不怎样 那最后呢 要念到那个 那个蔡总统总算回头看了一下 学者我 就说这个时代是太长的 念不下去 我就想办法把他的东西越说越短 越说越短 那最后就交差了事啊 那至于内容念的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蔡英文总统 并没有这么关心 那重点是呢 蔡英文身为一个总统 最可怕的是 就是他什么事情 什么重大决策 就是看着读稿机来念来决定 那换句话说 如果像林赫明之流 这些人 灌输他什么内容在里面 他一概不去深究 不去过问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人 若当我们国家的领导人 难怪过去这七年来 包括疫苗的问题 大家这么多民众受苦 包括三加十一的会议记录 甚至包括我们的国安问题 民众是不是要当兵 蔡总统并没有真正关心 所以当他的周遭 自这些小人命成当道 那我们蔡总统基本上就是 心甘情愿当一个傀儡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 难怪过去几年 我们台湾 千长百孔 到处都是蔡依依依依的园区 到处是诈骗 到处治安败坏开枪 原来这个关键就是 我们国家领导人 他的心态 其实是莫不关己的 其实是没有把心 放在国政的人面上的 其实老师已经讲了 是当时你帮他准备的 应该是开斋节愉快吗 没错 然后后来他只愿意念 对他后来只愿意念 翻成这个中文叫什么 原来是应该是开斋佳节愉快 他最后才转头说 这个太长了念不下去 所以我就要把佳节两个字砍掉 就变成开斋愉快 好啦那总算剩四个字 四个中文字 然后三个印尼文 他才总算把它念完了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他非常依赖读稿机 甚至只要一旦脱稿 他几乎就不想讲了 对对对 那因为这个也 我们也不能完全看他 因为他最近大家都知道 他的英文还有外语能力 真的不怎样 之所以他会这样的看着读稿机 那总统府也会把我叫过去的原因 可能也是因为那时候 我们的蔡大小姐之前 在泰国国王的那个智商场合 把那个泰国的国民泰烂 写成泰 对拼错 大家都觉得 那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 他不是留英留美吗 怎么会连这么简单的英文单字 都会有问题 那后来大家也都知道了吧 我们这个 1.5个博士 到底是1.5个博士呢 还是跟林志坚的硕士一样呢 所以他的包括整个上学历 还有能力 还有外语能力 其实我们都是存疑的啦 非常感谢老司机 今天在线上直接跟我们还原 在这个2019 6年前当时的现场 那原来是有经过这段故事 但如果你没有讲的话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还有这一面 非常感谢老司机 在欣赏跟我们来对谈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